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张景喜张大哥 张大哥在酒台有一家酒坊 做的可都是纯高粱酒 大哥说他做酒是一点杂粮都不佳 工艺也比其他的酒坊复杂 整粒发酵 人工压缩 每250斤高粱就能做出100斤的酒 要的就是这纯纯的酒香和口感 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大哥家的酒在附近也是家喻户晓 甚至还有江苏那边来这盯酒的 张大哥除了做酒还收婆拉尔种苞米 这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 一年也有个十多万的收入 他平时也是挺忙的 这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 就吃方便面 大哥说其实家里啥也不缺 就是没时间整 要是能有个人让他吃上一口热乎饭 他就心满意足了 那会儿好多人呢 大哥是不是在那边人堆里头呢 我问一下张景喜张大哥你们认识吗 认识 他家在哪儿啊 就在这儿 在这儿 你们在这儿干啥呢 我可是买酒就等着 你们都是在这儿买酒的呀 对对对 他家开酒房 酒房 他这酒房这边老有名了 有名有名 你们都来这儿买酒了 可火了可火了 他这酒房开短时间了 哎呀 开还好多年了 你们都是附近的邻居啊 都是附近邻居 也有外边的 来的 还有外边来的 有外边来的 哪个是外边来的呀 这外边来的多些 你看 等买酒呢 也有买酒的 吃了个后面等着呢 都哪来的呀 外边来的 哎呦 外边都是别的囤子 听说这家酒好喝 他这个是 也是各家买的高粱 玉米 大米 小麦 各家酿的酒 特别好 这位这位就是 哎 张景喜 张大哥 我是原来湖啊 小五啊 你好 张景喜 53岁 丧偶 年收入10万元 家住九台市 兴隆街道新村 平房面积104平米 这我过来 我看这老仙人 都说要来你这买酒啊 是 要 常常喝这酒喝 都说好喝吗 那这看你这样 你这在这一片 这酒卖的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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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江苏那边 也有上台买酒的 是吗 我发过五六百斤 就在江苏那边 像你们长村呢 也有不少来买 西林那边 长那什么呢 他们都能过来买的 哦 那我进去瞅瞅 走 走 先看看 这个那什么 就我住这个屋啊 你就在这住啊 本身这只房子 都是我的房子 我就住这个 就是平时也在这住 然后酒房就在后市 是不是啊 对对对 104平 后边是我后有接出来的 一走进大哥家的院子 就有一阵酒香扑面而来 侯娘迫不及待的 要去大哥家的酒房瞅一瞅 这就是你的酒房 对对对 这是酒房 我站到这块 我都闻着酒味 来吧 这是发酵室吗 这是我这是周期 第一个达到20多天一锅 为啥烧这么周期的 有这一锅酒吧 五六天就能烧出酒了 咱们这为了说的酒的口感好 味道很香 你看我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啥呢 这就是发酵干啥的吧 发酵好的 基本就是明天就可以烧了 你看吧 这还烧有点黏 经过这个东西 高千顶压缩 给水吧压出来 注意透气 就是说啥呢 这个汤大酒厂嘛 做斧作用呢 给这个高粱啥的 磨成面子 拌那个倒皮上 完了发酵 他们拿那个发酵 然后再做去 对对对 那跟你这个有啥区别 我这是整粒的 就自己的好处 没有就是包米羊的味道 还没有倒皮的味道 你这是工艺 要比别人多一道 对对 比它那个费时间 这道工艺吧 就是早上呢 得压缩 压缩不压缩这里边粘 出酒吧 能出酒出酒 但是出酒率就不行了 不透气 不透气 酒窜不出去 窜不出去上来呀 压缩是为了 然后把水寸冻 让它干扰透气 对 出酒 对对对 这道工艺费事 这道工艺 这都得人工干的 这都得人工干 这不过瘾吗 这不过瘾吗 这过瘾 要不过瘾 我更忙了吗 这就是这个泡好了 发酵好了 现在发酵 这得二十多天了 酒越发酵时间长 越好喝 手工压缩 整理发酵 虽然制作工艺 和发酵时间 都比其他酒厂 复杂一点 但是只有这样 酿造的酒 口感才更加 醇厚香甜 这就压缩了 压缩你看散了 散了往上也透气了 也干啥散了 你先去抓一把 往上一扬 是不是 扬就是扬到哪 往锅扬 那什么 就是发酵完了 出窍了 这开始出酒了 撒 撒上 这散落的一撒 撒完了 出完 其实干上锅 不就完事了吗 你这一锅 能出多少斤呢 这一锅 现在能出一百多几酒 那这得用多少高粱 二百五十 二百五六十斤高粱 这个 二百五六十斤 出了一百斤的酒 对对对 出酒率吧 照磨面的 得出酒率低 但是好喝 好喝 主要是好喝 咱们是早上呢 本着啥目的烧酒呢 用良心烧好每一滴酒 让顾客买着放心 喝着舒心 难怪张大哥的酒 能够远近闻名 人家的座右铭 在这摆着呢 用良心做好每一滴酒 虽然工艺复杂 耗时长 而且出酒量 也没有别人的高 但是这每一滴酒 可都是精华呀 红娘都迫不及待地 想尝一尝 大哥酿出的酒 到底有多好喝 这就是刚出锅的时候 对对对 刚从这里刚出锅 对对对 那你 你要谁能尝着 你来这酒 这有二十多 你得有六十二多 你尝着嘛 来 你尝尝吧 这这么大一条啊 没事没事 刚好你尝一口得了 一尝一口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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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那辣呀 这存良酒就这样是的 你这个是 我刚才喝的是多少度的 得六十二度 六十二度啊 嗯 我从来没喝过这么高度 但是真的一点都不辣 就是口感特别纯 特别厚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还挺好喝的 对 咱们存良酒就这样啊 大哥 你看你做酒的 那你是不是老能喝酒了 我 就是这个酒 我喝一口两口行 顶碰说 最合好使用上 一两还这样一样的 再就不行 一尝我一磕 就是抽完一尝 脑袋就迷惑 就是你做酒 但是你不喝酒 对对不喝酒 张大哥虽然不喝酒 但是他家里的存酒是真多呀 除了酒房里的 屋里也有不少的酒 这属于酒 酒那啥 成品库吗 我就说大缸 这缸里是什么酒吗 都是酒 都是酒 这是个大米酒 18年大米酒 这是多少啊 这里看 两千大多斤 两千五六百斤 都是酒 这个这是年头长 这个是18年19年 那种 这是高粱酒 这还是属于二锅头之类的 二货 这也是酒 你看看这酒 这里也是酒 这是酒窖 酒窖 酒窖原来是头头窖 完了这个能搁 现在有三千斤 你看 三千斤的 有三千斤 这拿啥封的 这高 那个 就是 那什么纸 桑蔬纸和那个什么猪血封的 能搁十年以后没事 自己大区就要过十年以后 得卖五十块钱 张大哥说了 这酒啊 存的年头越长 以后的价值就越高 大哥说 他虽然没有退休金 但就算以后酒坊不干了 这些存酒也足够 他和未来老伴养老用了 就是以后再找银呢 搞这银到七十岁养老都够了 啊 是吗 那你看 我一年压五千斤的话 这五千斤酒到十年以后多钱呢 一年 就是说咱们不说二十块钱一斤的话 五千斤酒是一年得达到十万嘛 就五千斤不行 两千斤还四万呢 这四万块钱一年压四万 一年压四万 那我两个人养老付 就是到了七十岁可以干好了养老了 是不是够了 那你这一年 就是你能卖出去多少酒啊 一年能卖出 两 也就两千几 存的也能对我三万计划呢 张大哥想的确实挺周到的 把以后和未来老伴养老的事都计划好了 大哥说了 这也就是为以后留一条路保险 但其实他现在一年的收入 足够和未来老伴一起生活了 因为他除了酒坊的主业 还有其他的副业一起干 我后准备买这二手车 收坡烂用的 收坡烂 对对对 收坡烂吧 早是最久吧 有咸记 有淡记 有盲记 但是有能烧熟 不能烧熟 现在整个烧到 蒸了一下就完事了 我就不烧了 开始收坡烂了 收坡烂的钱属于现钱 你收坡烂开这么大车去收坡烂 你收的时候是啥呀 铜铁铝的啥都收啊 凡是所有的能挣钱的东西 该农村能卖东西都收都收 谁家现在农村都有千八百斤 那三千斤两千都不成问题呀 因为我价格给的高啊 就是说呢 十小车收坡烂 别人两毛钱的缝 我一毛钱缝可以 他们三毛钱缝 我一毛多钱缝也可以 因为我车大能装啊 现场都值得我缝 就是说的 给他们价格高 把他们都一般不少卖给我的 就是说 再干不干 你月也就干十多天 十多天活吧 能挣四五千呢 就是这十多天啊 那你这就是收坡烂一年 能有多少收入 也能都有四五万块钱 张大哥一年收坡烂的收入 就有四五万 除了这个 大哥家里的土地 一年的收成也挺乐观的 你自己家还有地啊 有地有地 多大地啊 下两场三亩地有 也是种苞米 种苞米 这个也有收入吧 钱能对付三万两万呢 收坡烂 种地还烧酒 大哥这事儿啊 是没少做 钱也没少挣 但是这精力都用在挣钱上了 就忽略了对自己的照顾 大哥我看你家那块好多方面 面还有那个就是成盒的 那是什么糕点 嗯 糕点 你平时就吃这个呀 有时候也吃 看饭不像样 有时候都饭不敢烫 那就吃点呗 咋长 要是不是一个人就算回事啊 张大哥的老伴在2014年 因为急性脑出血去世 老伴去世后 张大哥也找过 但是大哥觉得 对方不是真心和他相处 还总找借口出远门不回家 长此以往 两个人的感情也淡了 就分开了 到现在张大哥单身两年了 大哥说 这外边生意做得再好 也不如家里有个提己人呢 现在想找啥样呢 想找一个最好吧 个儿高点的 长得能随 就是说有演员的 只要个对我好 我可以保在 在我这儿这儿生 我知道你这儿幸福 老病 我知道你有潜质 以后他的后半生 他保证他衣食无忧 张大哥就想找一个 真心对他好的人 侯娘联系到了 家住黎树县的赵雅琴 正好打劫 你好 我是小五 辛苦了 没事没事 赵雅琴 54岁 丧偶 打工收入4000元 家住四平市黎树县 住房面积61平米 要看看 来 屋里来 来 来 这活熟是这感觉 这是我们今天来 你自己熟的 平时这样 没有 平常我也就这样 我都给外边干活 我今天找回来的 你在干啥活啊 做护工保姆活 您是护工吗 对啊 在哪儿干护工吗 你看个人家 现在个个人家 现在有两个 一个窝床的 还有一个 一老头老太太 这老头窝床 这老太太 是糖尿病完了 透西了 可能住24小时的 24小时的 那你一个月 她那月给你多少钱呢 4000块钱 赵大姐跟红娘说呀 她现在做的是护工 但是她可不是 一直干这个的 她最早从农村老家 嫁到这边的时候 可是做了20多年的 小买卖 我这结婚 到这街里就是做马 烙饼 我以烙馅饼为主 干了20年 到外边露天 那是早晚事还是啥呀 就是除一头五 是三点多钟就起来 从六点多钟 就出摊了 家就是拿面 拿馅的 都到那现做了 到那现做了 都是现做 我那饼好 卖的可好 全是回头可 就是黎树 你到那大厅 一打那馅饼 就出门 20年前 到黎树县市场外 一打听 谁家馅饼好吃 都会想到 赵大姐的小摊位 大姐说了 之所以这么多回头客 因为她这饼里 可是大有学问 那饼就落出啥时候 不得硬点 我那面不一样 他别人货不上我那面 我那面 铲油跟鸡蛋货的 别人家他货不上 那里面有多学 就是我都交出 这些好几份呢 就是上我那边学这个 还有上你的学的呀 他有的 那他们找你的学 给不给钱 给钱呢 不给钱我也不能教他呀 他们学备打给呀 五百一千的 都都是外地的 那你当时相当有名了 万一都乱这寻 那挺好的 1998年靠着这一手 烙饼的手艺 一边卖饼 一边浇饼 短短两年时间 大姐就在黎出县 买了一套房子 还攒下了十多万的积蓄 大姐本以为 日子越过越好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丈夫的病 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或者他有病了 就是进住院里了 花金十多万的 得了什么病呢 那我出去 他得三年病 我从三年 那那时候谁照顾了呀 我照顾啊 或者那孩子也都跟照顾 主要是你还得挣钱 那得挣钱呢 那你不挣钱 家没有生活来源的 就是你上午去他 下午就回来照顾他 下午回去得照顾他呀 完了回家还一摊活 你得做线的啥的那是 我老累了 心累 他有病 我你瞅着心还不得劲 回来一看 他就跟那床上个康上座的 那滋味也不是那么熟 丈夫卧床三年 赵大姐用了全部积蓄 来给丈夫治病 也没能留住他 2014年 大姐的丈夫离开了他 丈夫去世到现在八年的时间 大姐一直没有再找 赵大姐说 他有他的难处 也没有设法 没有积蓄 我说你不得打工 也得维持生活 往下拿钱还有点结婚 那你就是 你家人有病 那你不得也得拉结婚 或者两孩结婚 然后他又多也继续挣钱 也行自自己打工 挣钱还上呗 这几年 大姐靠打工 把欠的钱陆续的都还上了 现在也没有啥负担了 所以她决定 再给自己找个伴 找一个 找一个啥的啥方 你找得有点折音心的 有个担当的吧 但是生活条件也得差不多少 我这些年我不想再出外打拼子 找老板 不想这么拼子 挺累的 嗯 挺累的 赵大姐操劳半生 就想在晚年找个依靠 那张大哥会是他遇到的人吗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了解了张大哥和赵大姐的情况后 红娘决定让他们见一面 刚到大姐家楼下 大哥就说了 我可不能空手去呀 我买点水果 这不到人家来头一次 你咋能拉不能拉 完了 空手 我也是能在意义 还挺讲究的呢 他没办法拿点酒来呢 酒 酒这个太远了 要讲哪里 不拿不拿吧 大姐不喝酒 烟也不抽 那还自己 这个 大哥一听 大姐不抽烟不喝酒 还没看着大姐人呢 就对大姐印象不错 还特意挑了四样水果 一想到一会儿要和大姐见面 这一激动啊 买完水果都忘了给钱了 干啥想给钱了吗 好紧的 着急了 不是 要急 干净 没在搭转 哈哈哈哈 紧不紧张啊 正常嘛 不算紧张 对不有啥期待呀 对大姐 期待是 那个什么 成功呗 哈哈哈哈 一会儿你把水果 浇给大姐啊 嗯 是 是 嘿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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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来 可以给你买点食物 好啊 谢谢 好啊 好啊 谢谢啊 我来就不用脱 来来来 不脱吧还是 来来就不用脱 给你俩介绍一下啊 这是张景喜 张大哥 赵雅琪 赵大姐 对 我手吧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想嘛 感觉还说是行 但那时候镇大四出来 也没说是涂一什么 咱们长能顺得过鸡眼还行 好 干嘛我来来 是是 那这屋子这么大 你看这都是 大姐的啥 大姐平时那个大工嘛 真的 真的 都老上前没回来 那 是 就是城里 本身那什么隐眼利索 我也相信这一点也值得 这些年也值得这一点 我也就是在农村嘛 也走了 其实不是一家两家 整个就是我们方圆 三十里二十里的家家 我爸以前都盗了我 谁家啥样都知道 赶紧历水人家一看就知道 银也是 你瞅大姐是啥人啊 是赶紧银 大哥刚才这么说的咋是他吧 原来还在那个 卖过百货 谁说在农村 谁说你也在农村待过吧 我也在农村待过 在团里吧 就是开个车 能装的东西是有 豆油白面 啤酒白酒 就是一般的香烟了 锅碗 瓢盆了 炕葛这些东西 农村所有的东西都能拉了 小道针头线道 剪的菜道 斜点斜点这些都有 就是食营农村市场 都让全拉卖 后来吧 一点点不卖的 又是改行收上扑烂的 就是带带拉拉的 就是说一个月干半了 越干十多天 也能都有四五千块钱 然后这不现在家里边 还有个小酒房 家里这小酒房嘛 是二百五十斤过来的料 那现在这酒房还生产呢 就是从那 就是十一往后开烧酒 十一之前 地得不能能了 那地得种了 地得种了 就是说啥呢 破烂也得收了 在这期间 有十样人活去干的 对 大哥是不是挺能干的 挺能干的 是个正儿过家的人 口着让他正经过日银 他真的是第一 正经过日银呢 这是咱也理解 我瞅不住 你挺能干的 看来今天的相亲 开了个好头啊 大哥从一进屋 就开始滔滔不绝 一股脑地把自己的情况 都告诉大姐了 赵大姐呢 觉得大哥也确实 是个挺能干的人 可没想到 两人刚一坐下 大姐对大哥的印象分 就打了折扣了 你那个是离异的 是啥呀 没死的上来 就中长时间我也说一个 赶着带了拉扣四年 反正今天走明天撂了 他吧 说走就走 说撂就撂 这家呢 我这家当做他的 米店呢 七塞地方 有时间了 我乐回去回了 回了不乐回了 我就走 后来一看实在干啥呢 我说我不想回去了 我说你不想回了 不想回了吧 那就拉倒吧 我要求的是成天的陪伴 我感觉他记得事主 你就说跟他头衔 这一对象啥的 走了这一听了 一点包容心都没有 啥记你去讲 不是 你没知道怎么记你去讲 就是说啥呢 一年嘛 他天 几乎十天八两月 就回家一趟 哪个月都得走 不是说这一年走 一年嘛 我不说嘛 一年该我这待 365天 你该该我这待200天都 我都足了 我说要求天天陪伴 要求天天给我做点饭吃 他没有那么能干呢 你就说这咋比方 就是我咋俩成了 说我回家了 我回这方面 我有点事儿半生 那你不能说 你妈成天你走了 对啊 那你不能说 不得一个月办十天事儿吗 那特殊情况是 说我今天这个月我就回十天 那也没着 那你说这一月回去了 下月还回十天 那也行 那第三个月的 我还有事儿还得回去十天 那这事儿呢 你说 这玩意儿吧 说没有啥这个书事儿 那家里面 这家里面说有个事儿还有个房子 这 那这有点啥事儿 是 是 是 这都知道 这都知道 这都亮晴了 这要是大姐有啥事儿 几事儿回来啥 那俩人不简单 一片回来嘛 这离书酒茶也不简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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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她说出这句话 就静静寂静 为啥呢 作为老爷们来说 不能那么静静寂静 这可咋整 大哥解释了 他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 也说了 以后大姐要回家 他也能陪着一起回 也没能改变大姐的想法 他还是觉得 大哥是个斤心计较的人 赵大姐还是不放心 就想通过大哥 对以后生活的打算 来考验考验 大哥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你这往后就咋要比方 再找老伴就咋打算 我跟找老伴 他咋打算 看他对我啥样 对我好了吧 我可以保证他生老病死 你明白生老病死啥意思不 在他生日叫他幸福 到有病的时候 我可以不能说 请假当产为他治病 那也差不多 因为对我好啊 后来大哥说 找老伴照顾人家 生老病死啥的 这事打不打算 你的顾虑啊 这事挺打算我的顾虑 挺有责任心的 你说得啥样算好呢大哥 就啥样算好呢 得啥样算好呢 这话吧就是说这 这话有点就是好 基本就是丑的 也得有 不能说好 好到啥样呢 那你说啥样算好的吧 还有的吗 这玩意儿我是咋的 你得两好嘎一好 你得有真心对人好 人家也能真心对你好 这玩意儿我就说 这事实话 你得两好嘎一好 对是对劲的 认同他这个观点 但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相互的 谁讲话呢 一头挑头大一头热 你也不行 还好大哥对未来老伴的承诺 让大姐放了心 觉得大哥挺有责任心的 这俩人才继续往下聊了 你那儿儿子多少了 儿子三十一 有孙了吗 九岁了 儿子干啥呢 儿子现在搁锦州那 搁头条杖上那块 干啥呢 整快递 搁那边安家了 现在暂时搁那边打了 那个咱们回 回家 啊 回家 咋了吧 我就是不早太得好 这是咋回事啊 聊得好好的 大哥咋突然说要走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咋回来 咋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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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